有人一直在强调学习瓷器鉴定必须要上手学习 是的,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你能上手的除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之外 标准器的完整器几乎是无法上手的 除非你是专业院校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否则你一辈子都无法上手那些高档的瓷器 现在很多人上手的也都是防品或者是并不值钱的官邀和民谣产品 那么除了上手学习瓷器鉴定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其实不然,学习瓷器鉴定不仅可以通过上手实践 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和技能 例如,亦通过参加瓷器鉴定课程或培训班 学习瓷器鉴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获取专业知识和经验 二,阅读瓷器鉴定的相关书籍、杂志、论文等 了解瓷器的历史、文化、工艺、特点等 培养自己的鉴定眼光和能力 三,参观博物馆、艺术馆、文物市场等 观察、比较、分析各种瓷器 了解不同时代 地区、工艺的瓷器特点和鉴定方法 四,加入瓷器鉴定协会、社团、论坛等 与业内专家、爱好者交流学习、分享经验和技巧 那么为什么学习瓷器鉴定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博物馆藏的标准器图片呢 在学习瓷器鉴定中使用博物馆的标准器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博物馆的标准器通常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是国际上公认的鉴定标准 使用它们可以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二,博物馆的标准器通常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鉴定 具有较高的品质和保真度 在瓷器鉴定中 使用博物馆的标准器可以帮助鉴定人员更好的辨别瓷器的年代 产地、品质等信息 三,博物馆的标准器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使用它们可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历史意识 当然在学习瓷器鉴定时 我们使用博物馆藏的标准器图片 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不能完整地看到整个瓷器的情况 这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找到这些图片更多细节的东西 我们在讲解瓷器鉴定学习的时候 通常都尽可能多地把标准器的图片详细的部分提供给大家 甚至把很多细节的部分放大了给大家看 这样就能让大家更可能详细地了解瓷器的整体情况 虽然标准器瓷器的图片不能告诉大家详细的制作过程 但是,我们在讲解中也会尽可能地告诉大家瓷器制作的知识 那么,如果你想要详细地学习和掌握这些瓷器制作知识 就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甚至要到产地去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简订